小胖 江湖救急 明天我女朋友生日 我给她买的巧克力碎了 要是被她知道了 又得贵榴莲 万能的小胖大厨 你帮帮我呗 你要是帮我 我以后天天给你带顾客 咋样 看在你叫我厨神的份上 不就是个巧克力吗 分分钟给你搞定 瞧好吧您了 生活需要仪式感吗 谈恋爱更需要仪式感 这个我懂 先来掰个巧克力 跟我一样喜欢听巧克力声的评论区 扣 我爱吃巧克力 巧克力掰好了 然后来点个火 巧克力给火加热融化 火要离得圆一点 然后加入酸奶继续搅拌融化 酸奶可以多加点 这样做出来的头感会更细腻 酸奶和巧克力全部混合均匀后 吸油纸垫碗底弹幕具 把巧克力倒进去 表面涂抹平整 送去冰箱冷藏一小时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又加了点酸奶之后的样子 酸奶加的越多 巧克力颜色越浅 口感也越软滑细腻 然后来给它进行切割分块 这一块能分成16个小格子 再给它们整理形状摆盘后 表面撒一层可可粉 即使生巧又是巧克力 熔岩的巧克力就做好了 请品鉴 嗯 看着挺高级的样子 我来尝尝 这口感也太棒了 香甜软蜜 入口即化 既有巧克力的丝滑 又有酸奶的香甜 这味道真的太惊艳了